夫君御是光明正大,大摇大摆去的,以至于他出现在萧松泽跟前时,萧松泽心里一个咯噔,萧千千和李姨娘也在。 萧公子不必浪费口舌,那些所谓的高手已经被本王杀了。 萧松泽连连摇头,怎么可能,几十个高手就这么死了,死得悄无声息。 本王来就是想知道,本王王妃那时吃傻,可是李姨娘和这位萧千千的手笔,还有,王妃的娘亲是不是死于二位之手? 最好不要跟本王说话,不然。 夫君御有话没有说完,剑直接捅在萧松泽的腹部。 不要杀我,我说,都是我们做的,乔兰弱的娘亲是我娘每日在她赤屎里下了毒药,任金月累被毒死的。 白马思要毁她的清白的事情也是我们设计的,她自小的城墙府里便被我娘磕呆,被我欺负,饭都吃不饱还经常被打。 她每说一句话,傅君御的脸色便阴沉一分。 迟到她说完,傅君御手里的剑已经朝她砍去。 李姨娘看到自己女儿和儿子被杀,瑟瑟发抖,傅君御却没有给她喘息的机会,还是一刀解决了她。 她的若儿在过去十多年里过得竟然是如此水深火热的日子,如今却依然那么善良,热爱一切,害她和她娘亲的人自然是该死。 解决了这几人,傅君御才又匆匆地赶回新暖宣。 傅君御进新暖宣时,萧兰弱正在晒太阳。 王爷去哪儿回来了? 等一下再跟若儿说,本王先去沐浴。 沐浴出来,傅君御便把给她报仇的事情给萧兰弱说了。 王爷真好。 晚上,膳房做了很多菜,萧兰弱将雷霆给萧尚泽引荐。 雷霆一看到萧尚泽,便知是自己的儿子,当即抱着萧尚泽嚎啕大哭。 众人聚在一起用餐,商讨了以后的计划。 七大家族知道龙孝国和云霄国有战争,纷纷表示要参与,助公主一臂之力,进他们七大家族的使命。 事业,新暖宣的房间,傅君御靠在床头,眼神精亮看着萧兰弱。 萧兰弱看她如狼似虎的眼神,自然明白她想干什么。 毕竟自第一次以后,她怕她疼,没有恢复好,一直克制着。 萧尔,待解决了云药参和阿多阿拉,本王定然立马许你一个隆重的婚礼,和一生一世的承诺。 只要王爷对我好,我不在乎那些虚礼的。 本王要给若儿该有的所有遗事感,婚礼,必须要重新严格按照娶妃礼一大半,本王的若儿值得这个世上最好的。 靠在这样坚实的怀抱,萧兰弱满满的安全感,竟是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了靠山。 终于在世界上有一个人,愿意做她的倚靠,也终于有那么一个人,可以在她不想说话的时候能把肩膀和胸膛给她倚靠,能温柔地揭起她的疲惫。 若儿,本王再去沐浴一番,你先等一下本王。 也不过片刻时间,傅君玉披着松散的月白中衣回来了。 若儿,非为夫身体可是满意。 萧兰弱被她这么一说,一下红了脸,傅君玉嘀嘀一笑,她拉开被子,抱着她。 属于她的气息,瞬间将萧兰弱包围,虽然不是手字,但是萧兰弱的脸红到了脖子根。 气疯了,微寒,屋内却是温热。